这局发生 这把真的得关注一下 晴天上来这首奥拉夫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奥拉夫打奎桑提 一定是之前设计过的 又有一个珠妹的帮助 看看这一把这个奎桑提的对线 能不能撑住啊 但反过来讲 我觉得对于AL来说 刚才也提到他们打IT的两场比赛当中 其实前期发挥都不错 尤其是小浩的一个节奏是很不错的 那这个版本大树作为一个很不错的 打野英雄选择 应该说是OP级的打野英雄选择 看看小浩今天能不能先帮队友做到事情 一打一的对拼能力其实不弱 这也是为什么从推出到现在 包括此前的德马西亚 被大家认为这个英雄很OP的地方 伤害又高又肉 对 就很恐怖 但历然你懂的 就这种 新英雄出来一段时间之后 你是懂的 包括这个又肉又有叔叔这一点 都是设计师不太喜欢的 是吧 谁看到我之前去教育你 哦 哦 这现在有现场观众之后 我们开赛的时候热闹很多啊 世界聚焦于你 看看今天没选金克斯 那个世界聚焦于你 大家也印象很深刻啊 可以说大家都很用心了 准备了好多东西 这样看一下两边打野一上来的选择吧 其实在涛博这边大概率是只能往上刷 因为下半区是一个猫咪加西尾尔 这个组合你也没什么能做的 如果刷到上面是可以找机会帮帮奥拉夫的 甚至猪妹这个英雄现在因为这个版本 在这个野区的一个小改动上面吧 打野前面还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尝试做点事情 就可以上来是直接拉线 然后用沙冰蟹消耗了一下哈尔德 如果沙皇能够在前期取得一定的线权 那这把这个瑞兹的选择会非常难受 就本身你的一个中路推不了线 然后对方这个猪妹如果能够再过来给一些压力的话 这个瑞兹是很难动的 上路面对奥拉夫这个ZDZ也比较有经验 对吧 直接一手这个急跑一代 是的 主要你没急跑 他有急跑 你就很有可能被那个逆流头是粘一路 然后被单杀 对打野过来很难办 而且这把猪妹还是从下往上刷的 哎呦 Ruki这推线直接两级就把兵线送进去了 而且目前来讲这个哈尔德好像没什么办法 主要这个下路对线啊 一级的处理也是被西维尔跟猫咪抢到了线 其实厄菲流斯 路路这个组合确实一级是比较弱的 但西维尔猫一级也并不强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几级这个兵线会不会出现一些回推的情况 如果涛博能够做到三路全推线 那其实这前面玩起来就舒服很多 是的 主要欧菲流斯有一样了之后推线会舒服很多 前面这几级确实需要稍微的把兵线往后拉一拉 主要大树这个英雄 他一是现在这个玩法就是出这个AP装的嘛 哎爆炸树 对他比较吃装备 第二就是这英雄六级之前 我觉得干可能力一般 对吧 虽然有一个指向性的这个扭曲突刺的控制 但是如果你没有大招你留人还是没那么厉害的 小天这边选择了直接绕视野抓中 戳上来 剪腹道了 想打个闪 但这个位置哈尔德捏得也很死 他你不Q闪哈尔德也不闪 卡了个三刀 罪名过来是正好被杰克拉夫的法术护盾挡掉 哇这下路对线 感觉目前来讲这个涛博的下路处理的确实更好一点 无论是血量还是冰线上 但是小浩这波来了 杰克拉夫是有一个进化的 Betty手里有罪名 长枪的Q也空了 很难抓呀 这大树没溜感觉非常难 你说你走上来最多捆个进化了 是的 而且这一把其实对于A2来说 大树这个大招的控制 其实在团队里面打团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很关键 这个位置过来 罪名被盾顶了 哎又来了一波 好浪费时间啊主要是 其实感觉上一波Betty往前走 涛博下路上线 应该知道大树就在这附近了 但正好他俩去河道做了个眼 让这个大树觉得是不是依然有机可乘 哎我再回来看一下 他这样继续回家去刷自己的上半区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中路对焦TP回来 目前看起来这个局势上面 哎中路过来直接换过血 但对方毕竟瑞兹是有一个向右猛冲的 也能拉开 就这个局势如果持续保持三路有限权 那小天的选择就很丰富 他既可以在下路找机会退完线之后来动小龙 也可以一会提前来叫队友来打先锋 毕竟现在新版本这个打野弹的一个改动啊 你身边是最好有两个队友来跟你一起打这个史诗野怪 你才能有一个减伤 否则你自己打包 猪妹神英雄自己也打不了 是的 又来到下半区了 但下路估计也就是稍微守护一下把这波线推完 嗯 打小龙 最好是叫下路来 主要是自己打稍微的有点难受 没有这个减伤 而且前期肯定打得很慢 但这一波可能是想希望下路再下路 可以再多退一波线 所以自己先去打了 而周末有点难 沙皇有闪有溜的 自己打太困难了 主要这是个电龙啊 被看到了 小天这个位置很危险 但他们选择以近为推 顶回了瑞兹 瑞兹这个位置闪现交叉打出向外摩托 小天打龙打得起来太残了 但Rookie把瑞兹戳死了 而且没有了瑞兹之后 小号的伤害也严重不足 马克过来给自己的小猪奶一口 沙皇拿到一个双杀 这就是前期的献权 决定了在河道打起来 下路一定先到 而且刚才确实 套博也是有预警的 对方马上就要赶到 所以马克选择徒步 走路走到河道帮助队友 感觉这个打龙的时间卡的 还是不错的 因为其实感觉 AL是希望在Rookie上6 或者上6之前那一波 对中路动手的 Rookie的选择有点好啊 这个位置我觉得是 AL不够果断 因为你看这个血量 如果两个人能够第一时间 踩火一个 形势就不一样了 是的 但他们犹豫的那一瞬间 包括他们也想到 可能被发现了猫会 先到犹豫的一瞬间 Rookie是逮住了这个机会 然后Harder也没有交散 躲这个军军之强 而且第一时间Harder 整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感觉蓝量兵不是特别多了 这波打完 Rookie有点肥啊 两颗人头在身上 就说白了还是对线开始 就有点对的不输 有点难受 对线有点对不过 这波打完其实前面 L列是挺大的 这中野各死一次 接下来的节奏是非常难起的 而且这两个人头 还全都给到了沙皇手里 把车补掉 小天这边 这波应该是没法动龙的 主要现在如果动龙 这个小五先锋可能会被大树灌掉 这个对于前期 有些优势队伍来讲是不太好的 感觉还是要先杀到六 卡在一个五级还是比较难受的 倒六了 中路没闪的 直接推回来 应该是个吻沙板 而且这波大树这个大开完 其实没啥用 那等于这波中单又死 然后大树又没大 那先锋应该也有了 哇 这前期感觉 直接从对线开始 河道一波打完 L这个局势就非常爆炸了 主要是围绕着中路这个点 其实已经打开了比较大的缺口 你感觉那个二级开始堆线不对了 平时被耗血要接到堆线很难受 对 就那个镜头一级 导播也很懂 一级给过去 那个Rookie搞个杀兵啪啪戳两下 你感觉不对了 直接不对了这个堆线 不知道为什么 下路也是一波换血 下路也是一波换血 我是已经独立的吗 这现在下路 额飞流斯心里很急 但是再急也没用 小号人们赶紧过来换资源 但对于韬博来说 这个龙是有机会阻止的 还是那句话 一个人打龙现在是比较伤的 尤其又是电龙 Rookie在边上看 Harder在干什么 Harder这边没有技能 赶紧打个下路抹充 下路2打2要限杀了吗 韬韬大招给自己 杰克拉夫上去 Q最后刮了一下 回来的下没有弹到 但是上面举及这位开车 下来送上一个大树 大树闪现捆 杰克拉夫刚才为了进攻 已经把技能浇完了 这一波是Harder拿到杰克拉夫的人头 但小猪好像在接盘这个小龙 我们来看一下 接盘到了 那这样牺牲了一个阿水 换掉了一条龙 哇这AL也是心意横龙 我不要了 我要帮下路 直接开车 刚才猪妹跟Rookie也都没大招 两个人也打断不了 这个趋劲折月 司机师傅带着一棵树 神树天降了 属于是 十分的怀疑 这一波的时候 对内语非常地混乱 就下路一直在抱说 没有血量过不来 然后正面就说 不然我们来下路打 找了一波机会 主要是感觉这波 如果AL不开车来下路尝试的话 正面那个龙也不好拿 可能会被线上 对 就是下路本身双人线 已经没有血量 然后正面的话 感觉中野也不能去动这条小龙 是的 JK说进化也交得稍微急了一点 他刚才那种情况 感觉就算有进化也死了 大叔捆上来 进化解Q一下 还是会死 问题不大吧 我觉得对AL来说 这个头给瑞兹拿到不太缓解 现在中野都很难打的局势 上路 哎呦 今天这表情也是都准备好了 虽然今天不是威伍尔的上场 但是涛博上的表情这一块 是一脉相传的 下路上一波打了露露的双招 但是JK这边自己也是交了追击闪现 所以目前下路对线会相对稳健一点 这段时间AL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主要小天手里是有先锋的 如果出事 这先锋一放 可能都要找机会退一塔了 想硬跃吗 但是目前三个人跃吗 大叔来说 瑞兹是有踢的 哎JK先扛塔了 粗糙 我这波感觉纠极粗糙 但有没有一种说法 他在第五层 他觉得越不了 我先扛两下塔 告诉队友得撤 OK 这波越可能会炸呀 露露有大 Betty有双招 大叔也来了 这波刚才要是真动手 感觉涛博这波要做大的 是的 而且瑞兹在中路有踢 那个时候感觉 不是特别好 真不能越 但先锋是可以直接放在中路了 吃一层 沙黄是很肥的 嗯 现在这先锋尺度层也不够爽 急了这波 看下刚才 主要扛了两下三下 他这个跟Rookie在一起打游戏 就莫名其妙想往塔里走 这样 第一只先锋的节奏过完 也算是吃到一个地堡吧 小两层的一个肚层 有一层是被猪妹分掉了嘛 但优势还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虽然经济你说2000块 但是这2000块都在很重要的人身上 而且接下来 Al这个阵容最怕的就是沙黄肥啊 他们这个阵容没有太多的 能摸到沙黄的机会 耶 马克你这表情也一套一套的现在 猫就带猫 有没有可能那是个娜 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猫 那是个小娜 OK 这边其实是有视野能看到Al的野斧动向的 两边都坐了眼 这边小天是来一个辉耀美德猪猪 有说法的呀 确实这版本那个千面者贾修被削了嘛 是的 而且本身作为一个开团点 我觉得出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个新英雄跟新装备都一样 就给你几个版本那个试用期让你爽一下 下几个版本突然间变 就是变贵一千块 或者什么削弱十五秒 对吧 狂风之地太多了 削个三十秒削点属性 然后发现削完没人出了 再往回调一点 都是这样的 龙又快刷了 提前过来布一波视野 让下路还有点点时间吃个肚层 主要Al现在这个局面尬住了 就你说他主动打现在也打不过 但是你要让他发育往后拖吧 你也不知道这个团战怎么拖 还是那个问题 沙皇太肥的情况下 除非对方有巨大失误 或者你能抓住那种特别好的机会 把Rookie先开始 是 但弹劾容易啊 有猫有西威尔的这个双腹 补助性的技能 加上本身手长的沙皇 感觉这把对于A2来说最难受的 还是瑞兹这个点发育的太难受了 所以被锁在中路之后 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大招去做事情 而且你中期就算跟沙皇对待线 他甚至有机会配合队友杀你 是的 龙刷新了 超过已经提前落位 哎呀 应该也就是稍微把兵线处理一下 不打算过来看了 啊 给了瑞兹刚刚已经回过回过家了 这个时候也没踢 两条龙 节奏很好啊 主要第二条先锋马上也升了 这一波甚至可以下路清完线之后 先看看 有没有机会往往中路换 小天过来蹲双人组把这个线推过去 那这样 看看一会儿 能不能先换到中路线 然后抢一下中线吧 对于L来讲 因为现在这中路线已经完全一打一推不了了 有猪梅在身后 杰克拉玩得很积极 哇 这波两边的打野也都懂 谁能先解放住的下路 让下路换到中 谁就有机会进一步的把这个中路的情况给扭转 但明显现在 淘博要先一步走了 而且奥拉夫这个位置好像已经在动先锋了 就这么狂 下路主要是看到对方打野也在 然后上路 觉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可以过来动一下先锋 自己一个人就去打了 而且这个最爽的还是他可以自己捡 是的 对吧 15分钟前期的节奏 淘博非常舒服 就步步为营啊 可以 这把前期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先锋也被晴天自己给拿下来 那这样甚至都可以让Rookie再在中路一打一打一会儿 因为毕竟你上半区目前没资源啊 杰克拉夫是直接开大上来 把露露的闪现追了出来 啊 推完 换中 可以拿个中一塔 是的下路两波线的领先加中路一直在推线的领先 这个中一塔好像有点来不及守 要不开车吧 瑞兹 要不开车吧 真得开车了 不开车塔掉了 还行还行 好在是开车了 哎 车漏了 难受 不过自己开了个车漏了个车 一家一减都有车 没事 学到了 上路 ZDZ 还不走 塔要掉了 赶紧冲 中美来了 拱上来挂一个被动 好在奎桑提比较肉 开个急跑先溜了 奎桑提不想让先锋撞出第二下 但这不是奎桑提说了算的 没办法 好在是个瑞兹哦 这波要不开车中塔掉了 这下塔 换也有点亏 但通过这个开车手中塔的选择 还是通过 下路组合把这个下路一塔拆掉 返回一点经济吧 但套博继续在中路抱团 下路上人线 推线的速度是很快的 现在就是一边一定要拆中塔 一边一定要手中塔 是的 大叔在旁边 要不要尝试一下 直接开大招 伤害差一点 哈尔德这边闪线交出来了 朱美是直接帮队友扛了一下大叔的自然之卧 而这波把瑞兹打回家 瑞兹可以TP回来继续守中塔 很关键 现在只要中塔不掉 西威尔的中线优势就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比赛还能往下拖 但一旦中塔掉了 这比赛就很难玩了 奎桑提跟跟非六四来了 哈尔德说 终于这个烂摊子丢给别人了 不用我来了 这个中塔如果掉 然后西威尔的线权将直接影响 接下来这个小龙跟大龙的布置 所以尽可能的往后拖吧 虽然你拖下去也不是特别有希望 现在看起来 但是不拖这个时候就很难打了 边线对沙皇也没有什么想法 还是要回到正面 把两个儿子勾出来 现在都是这种这个双面具大树的玩法 如果你不慎被他的投掷种子炸到 那这个血量会掉的很多 哈尔德没闪的 但这个位置出没大插一丢丢 哈尔德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 赶紧选择往后撤 中塔这波 额飞流丝还能守 问题倒不大 哎 想对这个来弄守吗 这波 但没事也 整个河道是漆黑一片 而且小天靠的也很快 现在就得等大树翼 这个投掷树苗扔一个往前拱一个草丛 扔一个往前拱一个草丛 否则不可能直接往里探的 因为也知道猪妹大好了 现在任何往草里钻的人 都有可能先被猪妹大然后秒掉 这个龙非常难争 这个龙还是因为 整个下半区河道没视野呀 想踢过来硬整 但晴天就在身后 而中路看能不能开到 感觉也开不到啊 晴天也在边上 Rookie也靠了过来 双方五五相会 在中路作为分界线 但这个草丛的视野就是征不回来 就得等大树的数秒 自己选择先往前冲一下 自然之火开出来 自己已经被打残了 Rookie被长枪飘了一下 自然之火只握住一个小天 小天这边大招直接出手 奎桑蒂这边想顶 没有顶掉 自己能走吗 奎桑蒂拉到了战卡 到侧面 给他奥拉夫冲进去了 奥拉夫保护一般标准的 没有闪现的Harder CD这跟Harder 几乎同时倒地 奥拉夫急跑系上 猫咪在身上 那他被助力A了一下 很痛很痛 还有一个助力好痛 还好用猫咪给他打了一口 正面Rookie闪现过来 推伍了一个MattieMattie 也被戳死 最终是打成了 零换三的团战 包括这条小龙 也要被逃模给拿下 哇 正面打团 感觉还是不太能接啊 哎呀 就还是手的长度差太多了 是的 你就算能看见那个草 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开到人 太难打到后排输出了 是的 更何况持续伤害上面 沙皇跟西维尔高太多了 主要还有一个奥拉夫 往里猛冲 你这没有办法 奥拉夫心说 我砍了20分钟小兵了 终于能砍人了 这猪妹大一开完 就看见晴天 往里就追着Harder 忙进去 没办法 这确实打不了几个Q 感觉要倒 最后差点被这个助灵给A死了 Betty这波伤害应该是打满了的 但没有办法 最后入给还是能跟 这龙一掉 中路一塔也掉 目前这个局势落后已经非常多了 现在基本是一个死局对于L来说 而且炼金龙魂的压力马上也将到来 上一波团战 Betty很尽力 但是左边打出了这个提前减员吧 你可以看到这奎桑提 整个团战打了260 好在上个赛季 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这个上个赛季的一个数据 首条男爵的一个胜率上面 好像涛博是91%是吧 其实激进一点中路再推一到两波线可以打大龙了 就让猫过来 主要是让猫过来 因为猫过来跟这个沙皇一起站在猪身边形成这个打野刀带来的30%野怪减伤 这猪扛这个大龙基本就是不太吊鞋的 而且感觉涛博其实还是想比较稳的去打这一波 我先卡一个野区的一个视野 看有没有机会抓掉一个 朱美章是直接能开的 哎 要没过来人直接回去动大龙了 对的 这波你来吧 对方可能会跟你打团 你不来吧 大龙掉了 这把就寄了 巨折磨 小浩也没闪 总不能指望路路Q抢吧 要拼惩剑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还不拼惩剑 骗一个大树的大直流 哇哟 中面想开团 缩扎的闪线 将是来磨点中央 锁定他的位置 毛米下车之后 直接把他给定住 Jekyll拿到这个人头 那这样要不要选择继续 因为奥拉夫在下面线也很优 并且瑞兹守不了奥拉夫的线 我们刚才看到瑞兹只能选择退到后面 他知道奥拉夫有大招的情况 也可以把他砍死 可以继续感觉 而且Rookie甚至可以在上面 他还有大招 选择冲上来 还好有一个巨型爆炸果实 是弹走了自己 否则这个位置要被沙皇推回来了 那继续呗 二二三四再来一次 好像只能放了 没有任何办法 小浩也直接回家了 回一波状态 我记得还是想守这波大龙buff 然后等后续两分钟之后的龙团 有点难守 现在的问题是你在高地下面有可能会被开 就你在高地下面 你在高地上面出妹的这个大如果抽奖 抽到非厄非流斯的人都有可能被秒 厄非流斯有个进化吗 还能玩玩 是的 剩下的人被小天这个大招甩到都要死 守高地的时候 甚至涛博这把我觉得以目前这个优势 都可以选择直接就纯四一就推到底了 因为奥拉夫那一路是没人能抓的 对能一直拉扯 对而且一打一奥拉夫现在是谁都守不了这个塔 然后剩下正面四个人也可以选择直接出妹抽奖 也可以选择直接就推塔 看看怎么说 好直接选择五人正面抱团 中路强行往上推 中二先给这肯定守不了 要守高地了 抽奖妈看看小天的这个大什么时候出手 ZDZ都扛不住这个伤害啊 现在感觉可以直接去压防御塔 血量了 沙皇在身后还能立塔 小浩藏在这个敌我门里 但目前就算开团的话 因为对方背靠太阳圆盘 你也没有办法把团战凹印到底 要不奥拉夫去带边线吧 主要感觉现在这两 上下两路线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但操博还是决定以最稳妥的方式打 自然之握来了 但是这个握到又能如何呢 对方身后是有太阳圆盘的呀 请不认您来了 打了一套伤害 好像也没什么用 反而是对方要开团了 GG被打残了 高地塔已经掉了 中卫大招甩甩大株的大树 先攻大树脆得像一颗小树苗 直接被秒掉了 进去几枪直接退回了露露 露露直接被击杀 而且正面奥拉夫还要绑进去 恶飞刘四也倒了 那这样伴随着灵幻三的团战 应该是要一波了 25分钟左右的比赛时间 淘博这个时候高歌猛进 一万两千块的经济领先 对方两个人在塔下 直接被Q闪顶起来 垂桑提把珠妹想带回泉水 但是却没能成功 沙皇在水旋前疯狂的戳一波 冰线又来了 进去拆掉可门牙 直接推水晶 就可以拿下第一局比赛 哈尔德尔最后想开车 来反抗一波 但随着Rookie的无人能打 淘博向着自己第七个赛季的 赛季首胜发起冲击 目前1比0拿到比赛的领先 先下一城 而且第一局比赛就内容了